再來 好嗎 會嗎 會 他 因為剛剛在一起的時候不會這樣 到後面他就會開始使喚我 就會跟我說 我快要沒有襪子可以穿了 我衣服也沒有可以穿得重 然後就會叫我 一時叫我去洗 開始使喚我 然後就說那邊很髒 你要不要去那種 廁所很髒啊 很臭 要不要去洗一洗 然後連在學校 因為我們剛好參加戲學會 然後明明叫我公讀生 已經在那邊掃地了 然後我要辦活動已經很忙了 東忙西忙 他就說你叫柯成去掃就好了 然後叫他們去休息 叫我去掃 但他所謂的使喚別人 只會使喚我而已 其他人不會 這個尊榮只有給你耶 你才有這個資格了 我有接受 那愛麗絲在你沒有認識柯成之前 你是幾歲認識他的 十七十七十八歲 十七十八之前你是怎麼活下來的 我可以自理的 其實我是可以自理的 現在想到這個我們沒有 好像不太沒有說服力 你是可以自理的 我是可以自理的 那你為什麼一直在使喚柯成 因為我講到這個 我就覺得我很委屈 剛開始他在追我的時候 他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 就是可能幫我切水果啊 或是幫我做什麼事情接送之類的 一開始我也覺得 其實不用幫我做那麼多 我自己都可以 我也可以去樹林找他 然後再去台北約會 但是他會覺得說沒關係 我來我陪你 這樣你比較安全 後來我就習慣了 然後就變成說 反正地板髒了他等一下會來掃 我就我也不用掃 他自己會自動掃 我就不必做那麼多 那問一下柯成 你們自己原生家庭 你媽媽的地板什麼都是你掃的嗎 不是媽媽掃的 那衣服呢 衣服也是媽媽洗 你會幫媽媽切水果嗎 這個會 這個會 OK好 媽媽怕不怕蟑螂 媽媽好像 你根本不知道 對 OK